不怕 了 郭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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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么了 这么久跑哪去了 挺好的 挺好的 都挺好的 太帅了 还得太帅 兄弟你终于回来了 以后咱们四个终于起了多少年了 以后再也不要走了 就留下来跟我们一起 这位同志 靠这么久才主动现身啊 经理工作 你把我薪水 你是想两不相欠 我是不想欠你太多 没问题 顾总 你看我那事 给你那好处留桌上了 我拆兜里了 现在招聘名额只有一个 你说我是选择帅哥呢 还是选择你 谢谢你 拆着前走人 加油站我不止一坐 要不要我带你去巡视一下 你现在是我老板 你缩就算 走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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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这肥大胶小胶的完了 这个输一下 也不用你收拾 你太霸权了吧 说搬来就搬来 我同意了吗 我 行了啊 不愿意你躲 韦玲在加入战友宿舍 够躲啊 你这孩子也是 他这是撒娇呢 你也当真啊 不是 好了 就这样了 从今天开始 我陪着老话 你们该干嘛就干嘛 也少来串门 少来打叫我们 真有那份孝心呢 就每个月 还寄点钱来就行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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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 都说我只认后爹 不认亲爹 可忍着能让我妈 回来陪前夫 过最后的日子 换了他 可能吗 哥 我知道 让伯母来陪华伯父 为难的是你 两个都是爸爸 两份感情 伯母平衡不了 只能靠你 你辛苦了 云景是个好地方 卫明 好山 好水 好风光 是吧 现代化建设 也跟上了步伐 你们这儿有 肯德基 麦当劳什么的 咱们这儿也有 麦肯基 你们老川那个 阿里达斯耐克 咱们这儿也有 耐迪克斯 要么你过来吧 别一人老公过在家里边 不用不用 我真没一个人在家里 你帮学生帮我过来 过节奈 可热闹了 讨得我讨讨他了 你这人也是 大过节的 也不主动给魏老师打个电话 想来着 但是 又不要说什么了 要不 就动员一下老同学 帮你找找换个林 要找不到呢 那就断了呗 那要找到了 又不是我想要的那样 怎么办 那就有理有节地断了呗 说着是痛快 沈宇 我觉得任何事吧 都不能耗 也经不住耗 往前往后 总得有个抉择 不能一直留守在真空里 对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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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很棒 搬了一个清静的地方 陪你歇歇湿 钓钓鱼什么的 挺好的 为什么不住家里 是怕我找到你们的吗 声音 那个我 我就是 我帮忙 去吧 我忙过去 声音会定起事 回头我找你 我找你 小鱼 我听到你在那说话呢 我听到你在那说话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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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紧张 别紧张 我只是来找顾总谈谈竞标的事 你们那叫谈事是吧 卫林 干什么 卫林 别逼我报警 顾总 这加油站的指标谁都想要 谁都想多挣钱吗 没问题 江湖里是讲备份的 更得讲一个先来后道 竞标各评各的实力 你少拿地痞流氓之后来吓唬我 我黄老板讲的道理 得慢慢平和 那个是投篇聪明的 我就扫得瞭 是 他是 有机器 是 是 你没事吧 她是来立规矩的 其实这次竞标 我们已经没有希望了 她手里捏着招标方的短 她手里捏着招标方的短 你不认识吗 你放心 我心里有缝 小子 你干走啊 你敢微笑啊 您别激动 我这是在帮您 陈总 您先放开他 您放开 走开 这照片不是我拍的 是我从别人的手里给截下来的 谁 是啊 您仔细想想 这么隐秘的事儿 我们上哪儿拍去啊 洪老板那交情给你的时候 早就安排好手下长老摄像头 我是在他们出照片的时候 给截下来的 小薇 帮我把包拿过来 游戏 obtain 可别的 照片 视频 他们有没有留备份 我不知道 那啊 点发 нравится 给截下 她可不得帮我 不得帮我 不得帮我 我正在招标 他可不得帮我 也不得帮我 只需要帮我 您以为把增设加油站的指标 给他就完事了吗 黄老板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 他要的不仅仅是这一次 他是要抓住你的把柄 死死地套牢你 您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把钱给交上去 同时揭发黄老板 想用贿赂的手段赢得竞标 这样您才有机会涂上 您唯一的解决办法 这照片跟视频您都可以拿走 没问题的 对了 关于这次增设加油站的锦标 我想交给我们故作 可能会比较 你小子少过来这套 我都快跟你爹一辈的 所以嘛 别被小人搞得晚节不保 招标的事 回去等信吧 疼不疼 什么 被我挨了一巴掌 心里有事吗 没事 你看你们来就来吧 带这么东西干吗呀 以为我们这是穷地方啊 难得老妈摁着我们过来骚扰 我还不攒竹子上呀 怎么样 老妈 这些天 二人世界过得如何呀 喂 脸 来 怎么过呀 又是 整理了一些我过去的诗集 有些还是相当震撼 你看这手 自由体 她表达了作者的意 就她那些酱油诗啊 和大字包一个水平 都是些顺口溜子 感觉好得不行 婉玲 来 多吃点 来 多吃点 没想到你会来的 没想到你们在一起啊 没想到你们在一起啊 其实 其实 爸 爸 没事吧 来来来 您用我的 没吃过 爸 爸 我找了黄毛他们 他都跟我说了 那天你在我面前打电话 我都听到了你叫黄毛了 耳朵尖吧 爸 沈云 别在 卫林这人吧 特别讨厌 老把事情复杂化 你说有什么的呀 不就生个病吗 谁没生过病啊 是吧 再说了 我是您的儿媳妇 凭什么不能跟她一起担当啊 凭什么不能跟她一起扛啊 凭什么不能跟她一起扛啊 怕什么呀 怕我不乐意啊 爸 爸 您是看着我长大的 我有那么不懂事吗 就是啊 沈云 我只是觉得 你是觉得 我扛不住是吧 在你心里 我就这么差劲 我不信 他就行了 是吗 沈云 吃饭呢 说这些不合时宜吧 吃饭吃饭 你什么肉钻进来的 见个缝你就钻 得个空你就贴他身边是吧 你俩离婚一年多了 公平点行吗 小薇 小薇 你给我出来 怕你啊 小薇 他 我 你 有 他 你 好 我们两个平心静气地谈她好吗 坦然吗 怎么平心静气 她音讯不见 我搜长瓜肚 合着被你刨了抵过 你少跟我耍脸子 你搜长瓜肚你倒是找啊 屁大点地方想找谁找不着啊 你想想看 你都帮二婚去了 你跟我装什么处女啊你 我没有 叶霞都帮着策划婚礼去了 你没有 你知道她再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凭什么 有本事你就别离婚呀 既然离婚了她就是自由的 她爱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 跟你分享一个人生经验 别以为犯错的指标很低 有些错犯下来 没准一辈子都收拾不了 孙玥 你听我说 我爸那事对我来说 你有必要跟他解释吗 小薇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 你们两个之间的事 你们两个之间的事 这是我跟他的事 我们俩的事 维玥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知道你为什么躲我 因为你爱我 你心疼我 你不想让我有负担 我心里了 往感动飞我来 小薇 我没你想的那么混蛋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你为他付出了很多 你心疼他就像他心疼我一样 你们有权利在一起 但是对不起我来了 我要争取 我要挽回 所以我们对决吧 你们不要这样行吗 等我走吗 冲他这份沉默 我跟你对决 小薇 放心 我没有那么混蛋 输了我认 谢谢 怎么办 怎么样 兜进去了吧 本以为是满堂彩 结果一个人孤零零地囚在家里过假期 你被老婆踢出门心里就这么一样吗 闭嘴 不过我说你到底想不想娶神语 我给神语做了那么多年的闺蜜 以您这个阴暗的心理替我判断一下 你说哪个身心正常的男人 不是因为各种条件的局限才轮为闺蜜 你这就算跟我交底 交底了 我 我就是爱他 而且我一直在爱他 现在还有了开花结果的土壤呢 那你就该趁热打铁呀 魏教授 可咱还得游一玩 他说这个 他需要点时间 空间还要在想里面 过来人给你点经验 结婚 尤其是二回 就得脑袋一热 立马打火 别多想 这越想越凹躁 越琢磨 问题越严重 好坏啊 大家都是领智的人 我听说没问题 喂 哪位 沈宇的 不是啊 你听我说啊 你应该是因为双人 这是 怎么了 这怎么了 沈宇说她被朱油蒙了心 拿闺蜜打场 让我原谅她 苏卫明 你这是 干什么你 什么叫冲动 我去趟云景那叫冲动吗 那叫危机使人 你干嘛翻啊 你冷静点行不行 不冷不冷静了 现在身体突然间病话 我总得问一个史莫缘由吧 我这叫不冷静吗 还有方校长 我跟你说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的爱情 悸动慌乱不顾旁人 这就是爱情 她来了 我接着 她走了我得追 我不可能让她从我指缝中轻易地溜掉 你是灵党 你管天管地管不了桃花 你有什么权利拦我 你喝多了你知道吗 我喝多了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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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多了就是醉价要蹲监狱的 等着 温长司机 美琳 告诉你个好消息 增设加油站的指标归我们了 恭喜 你这是出去啊 我早就一会儿 去找沈宇 去找沈宇 我得跟她谈一谈 还有什么好谈的 你真有可能要跟她回去吗 你要是 小薇 我跟你只是老板跟员工的关系 你管的有点太多人了 你说什么 你不可能要做什么 你不可能要做什么 你喝多了 你不要胡了 我会 不想要做什么 你喝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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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可以在我们母校云中 帮我安排工作 你干什么 你跟他试囊教书的 其实还是在云景好 你想房子也不用买现成的 消费又低 咱们俩每个月都可以存加很多钱 这样就可以更好的消敬发了 你说呢 沈丽 他在哪儿啊 我就会在哪儿 我决定了 沈丽 你知道我不想能这样的 这是我自愿的 沈丽 没有什么 比我们俩在一起更重要的 回去我就告诉爸妈 谢不要 好 一起去吧 看看爸 看看妈 好吗 没关系 沈丽那边我跟他解释 好 那就是别太重溜 我知道我有分寸了 看我看我看我 别走的事 行啊就是这儿 其实就是这儿 使劲能力擦太小了 走 爆发 labor 以上 你预备做烤 gears orchestr 沈叔叔 沈阿姨 正好你们也在 有件事情我特别想要说清楚 你不是魏老师吗 我 我们见过了 沈宇 你招完一个又招一个 你讨不讨厌呢 闭嘴 我凭什么 你摆出一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模样 又调工作又表决心 我连几堆你的余地都没有 我憋不憋屈 什么 调什么工作 你早干吗去了 你早干吗去了 小薇 有什么话屋里说吧 我才不进去呢 这孩子去 我不想被围攻 我只想告诉你花卫廉 我拽你一起不是我在帮助你 这一点我特别清楚 不是 你来了之后我就特别踏实 我什么事情都敢做 什么都敢争取 我觉得未来一下就海阔天空了 你来了之后我就特别踏实 我忽然不想一个人打拼了 我忽然不想一个人打拼了 没主意的时候 我想要有个人做主了 我也想要有一个人跟我说 我放心 我知道这个时候跟你说这些 特别没有意思 像是一个森巴 在屋里取闹一样 可这就是真的 其实是我需要的 妈 你干什么呀 什么 就这么点碰上 你不会自己解决一下呀 这还厉害的 碰到他们真正不讲道理的人 以后躲着他点 这也没有 这家也真够厉害的 说不给他们一个交代 他们绝不善罢甘休 说这都小孩子吵架 干嘛呢这是 顾雨晨 我看啊 他只有欺负你爸不在 行了 顾雨晨 你干嘛要打小美 我给小美苹果 可他又把苹果给彭月君了 你就因为这个打他呀 那是我给他的苹果 你爸 真不让人省心啊 你们想干嘛呀 你们俩到底想干什么呀 就屁大家说你至于吗 你们让我沈天心会死呀 是不是会死呀 你们俩干什么呀 你们俩干嘛呀 你俩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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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她是吧 才和我说抱歉的 在来的路上我就想到了 必然如此 刘老师 我没事 闺蜜嘛 彼此间缓个范很正常 对吧 你们离得遗憾 分开也是伤感的原因 我知道那种感觉 无法复制的 一想到就会被融化掉的那种 爱情的感觉 其实我一直在想 我不会逼你 你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做选择 我我就是 我就是 我就是想在 在等等 再争取一下 毕竟我的心也糟动了 这种爱情的感觉 你儿子 这种爱情的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自己回事 你自己回事 云景真是个好地方 好山好山好风光 这下有的玩了 话呢说多了不合适 可是我们家长呢 也有我们自己的想法 这个小雨呢 要是回来吧 也就当个中学老师 要是留在师大呢 那就是讲师 不一样 卫林 其实仔细想想吧 挺能说明问题的 你看你碰见小雨了 一个电话你就跑了 卫明儿和她的校长 正在谈理想呢 一个电话就扑过来了 还有那顾小薇 正在那儿急吼吼地扑腾呢 一个电话就跑回家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们都过了那种不管不顾的年纪了 你们已经开始承担方方面面的责任了 任何事情做任何选择 你们不得不考虑的更多了 我知道 这种局面 我也没想到 让我静一静 静下来 想一想 不让我静一静 从上面 我们可以戴哪 这是什么 弃啊 你什么 从传言 你能不能不要出我妖眼呀 你讨厌 人家朱铁丝那么爱你 你整天贼了个心愿意满的话 为你没劫没完 你 还有那个沈宇 魏教授青年才俊 他偏 跟一个提不上杠的男人一起 我可真不应该跟你有任何的交流 一句正能量的话都听不到 我告诉你啊 我年轻的时候 爱我的人多了呢 我为什么选择你爸爸 你爸当时只是个刚退伍的小干部 农村人嘛 当然没有什么格调了 那我为什么还选他 因为他合适啊 爱情当然是风担白露了 可是婚姻 婚姻就是选伴侣 什么是伴侣 晓得吧 伴侣就是 最适合与你相伴的那一位 我还想不到那层呢 那你还那么在乎人神语 如果仅仅是为了爱 那有一个竞争对手 不是更合适啊 您可真够与时俱进的啊 所以我也希望你这样啊 根本也很不错 算什么 什么 不错 你帮我做个事啊 你不挺喜欢顾晓威的儿子吗 找天带他出去玩玩 你们想干什么 哎呀 你什么也不用干 就是带他出来耗俩钟头 玩好了踏踏实实送回去 就这样